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就是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吃外食 可能一天有一到两餐都是用外食来解决 那么营养师就列出了十大恐怖的外食组合 比如说汉堡薯条加上可乐 还有大家常吃的锅贴配豆浆 都因为高油高糖会让我们的肝脏吃不消 大口吃肉配上含糖饮料忙于工作 不少人三餐在外 但高油高糖却会伤害你的肝 营养师列出了十大恐怖外食组合 最恐怖的汉堡薯条加可乐有43克的油 63克的糖更超过一日所需 而排名第二的排骨便当配真奶 有46克的油跟34克的糖 而常吃的早餐锅贴配豆浆 也因为有高达39.8公克的油 跟35克的糖被列入第三名 吃多了都会影响肝脏代谢 就是很容易疲倦这样子 然后脾气很差 脂肪肝接下来有可能就是肝脏发炎 或者是肝硬化 在接下来就是癌症的发生了 吃错了怎么就 营养师建议从食物的种类开始改变 三餐里面至少一餐是顺骨类 包含了像现在容易取得的燕麦 还有现在容易取得的地瓜 这个其实都算是顺骨类 咸就是所谓的拉 也是一个护肝的一个好选择 另外还要多补充膳食纤维 多运动才是护肝的波尔法门 记者黄秀敏王国林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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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